第五世代的黑板 你们走进这里面 这个入口处的大门就被封起来 所以除非你们落败 要不然是出不去的 而这四个房间通往四天王的位置 你们可以自行挑选 那么我们就由左而右的开始进行对战 首先是最左边的 进来 这里的房间设计的好诡异啊 而当你们走到某一个定点位 会有两团鬼火 直接把你卷到上空 这个传送也太不科学了吧 而前方就是我们要挑战的第一位四天王 好像是叫做晚龙的 他在那里喃喃自语的说着 那个男人瞳孔里充满着黑色火焰 为了贯彻自以为是的正义 抗拒自己以外的所有一切 啊这是我刚刚读的 是我的小说哦 好了不好意思 你是挑战者吧 那就由我鬼系经营的达人 四天王的世美来做你的对手 好好好 这里的翻译叫世美啊 我们这里跟他进入对战 但是仔细一看 就会发现他脖子上面的那四片 那黑黑的东西 看着真的是很抢眼耶 来吧 首先我派出我的新伙伴战斧龙 我这里直接跳一下剑舞 把我的物攻给上升 紧接着用一招幽灵系的Shadow Crew 瞬间抓一下直接解决 因为幽灵系是可以刻幽灵系的 那么由于我刚才第一回合跳了剑舞 所以说现在我的物攻非常之好 接下来的他几只通通都可以一下搞定 哦对了 我们一周末打四天王的时候 他们身上只会有四只而已 所以这里我们打的进度还是挺快的 你看瞬间四下解决 而打到他之后 他表示对不起 我要向经理们道歉 都是因为我害他们受苦了 真的是非常抱歉啊 啊你没有错 这种事情是很普通的 身为四天王 这事也是家常便饭 好好好 这应该是第二次了 刚刚又有一个挑战者我想应该是N 而他已经打完四天王了 所以我们这里必须要赶快追上他的脚步 哎你看看 这一次这个设计就很合理嘛 他就是一个电幅梯的概念 直接把我传送上来 而紧接着我们要挑战的是第二天王 他表示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挑战者一个接着一个的 就让我四天王的鸡马来做你的对手吧 鸡马这个翻译 好好好 要不那么首先要派出来的是 邪恶系的 所以我的炎武王用格斗系的绝招可以克他 好由于刚刚他剥杀 所以说我的命中率下降 那你打了五次还打不死 尼玛不要浪费我时间啊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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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紧接着对面现在是流氓二 所以我这里稍微切换一下 出来把我的群儿消解 这个时候我在第二道馆那边跟NPC直接交换过来的 而我们的对手有带地面系 所以我这里发一个草系的大招 花瓣五 直接一下解决 随后我们再切换回来 这只带刚系的 看我的高温践踏 一脚直接踩爆 最后一只只斑爆 轻松了 这一周末只打四只 就是那么简单快速 好我们打倒越局之后呢 他说无论运气是好是坏 输了就是输了 就因为这样子 胜利的光辉才会如此耀眼啊 行了行了 你不是妹子 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出来 再来我们要挑战的是第三个 使用超能力系的天王 好像是叫做加德利啊 然后这里的房间传送装置 又变得不科学了 天哪 这地板上的那个是完全透明的吗 而上来之后前方有一张床 下来了一个美女 嘿嘿嘿嘿 这很明显的嘛 来来来来来 我先在这边等你啊 我上不去可恶 怎么样 妹子就让我们一起一觉到天明吧 那我们跟他对话 他说你是谁 既然敢打扰我的睡眠 真是不知趣的训练师 你 同时具备着强大与温柔 看样子是很难对付呢 但是你一定要竭尽全地哦 我可不想要来一场 无聊到让我想打瞌睡的战斗 哎呦你这家伙 没想到讲起话来 还是挺傲慢的嘛 看我怎么虐你啊 那么由于对面是使用超能力系的 所以一样 我们这里用幽灵系的绝招 但那之前先跳一下剑舞 哦对了 这个战斧龙 同时我在吹击是附近的洞穴里面抓到的 好我这里一下解决 今天有对面第二只图腾鸟 这个抓得死吗 大家要看好了 漂亮抓得死啦 以我这一只的物攻能力来说 基本上还是挺OK的 拜拜啦 加德莉啊 作为我这个打倒你的奖励 嘿嘿 你就乖乖被我给扑倒吧 打完之后他表示 你还有没挑战过的四天王吧 所以不用在意我了 继续前进吧 呃不不不 没这回事的 来来来来来 嘿嘿嘿 好好好 我们这里准备挑战最后一位 而第四天王他是格斗系的 那么在我宇宙墓的旅途里面 我并没有去训练什么超能力系的精灵 而飞行系的话 我也只是拿来当搬运工 所以这个地方只能旁敲侧击了 反正对面也就那么四肢而已嘛 他说挑战者我的名字叫做练武 为了追求格斗术最高境界 一直在跟师傅阿代科的身边修行 而且你也是我师傅所认可的训练师 好了就让我见识一下吧 你的实力 你这个格斗系的金发肌肉男 看我这边先吸你一波 果断寄生种子 其实好像也不用啦 我这里直接花瓣 我应该也是直接搞得定 搞不定 嘿嘿 闹事 那么样子用了这招之后 我就不能用别的招式 但还好我群儿小姐的特性 是自我中心 所以说并不会因为头晕的效果被反射 这里我可以尽情进行攻击 我靠对面的特性坚硬 妈的 直接一个十只刃把我给秒了 来吧 先来发个飞天 好打一下 这个五天鹅完全是我的搬运工 这没办法 毕竟只有他可以学会飞天跟冲浪 一次可以帮我省下两个秘传机 好但我想应该没问题了 毕竟他身上还是有个大招 占鸟 受死吧 我这招反噬的血量还真是有够多 好总之打完他之后 他表示你已经成为这个精灵联盟里面 最厉害的训练师了 乘着中央房间里的石像 去冠军的房间 我们应休四天晚会遵照冠军的命令 保持绝对中立的立场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咯 好啊 那么我们事情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这里最好是稍微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走到中央的这个石像 跟他对话之 他就会像电梯一样的把我们送到下层 这里的空间概念真是让人捉摸不定了 跑跑跑跑 哇靠 挑战个冠军要爬这么长的楼梯 这有点过分啊 还有 这个楼梯爬完我都这个脚 应该直接废掉了 然后这里设计了一个 好像一个宫殿的地方 那么进来 但是这里我们并没有挑战冠军 而是触发了一个新的剧情 这个先前唤醒杰克罗姆的恩 就在这个地方 看来他跟阿代克已经打完了 他默默的表示说结束的吧 以后精灵们再也不会受到伤害 再也不会受到束缚 这都是我的朋友杰克罗姆的功劳 仅凭你冠军的头衔是吓不倒我的 冠军 你太善良了 几年前你的伙伴精灵因病亡故 你为了掩埋内心的伤痕 就在整个伊修地区游荡 你已经很久没有权力以赴的战斗过了吧 不过我并不讨厌你这一点 现在我作为一名比冠军还要强大百倍的训练师 我要对伊修发布新的命令 我要命令所有的训练师们 全部解放精灵 哪尼 拜托你 千万不要让精灵和人类分开啊 只有这件事情我不能原谅 我和你赌上各自的信念 进行了这一场殊死之战 而最终胜利的人是我啊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多嘴了 他看向一旁发现了我 表示说我一直都在等你啊 斗子 跟我遇见的未来一样 你已经得到了传说之识 那个白咒之识对杰克罗姆有反应 不过呢 这里可不是和传说中的巨龙相称的地方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恩大喊的一声 从大地里面出来吧 等离子团之城 把整个精灵联盟给包围 Oh my god 这是怎么一回事 直接天摇地动 从地表上突然冒出了 好大的一个巨型建筑物 而在那个巨型的建筑物里 伸出了好多的楼梯 直接贯穿贯去的房间 天啊这是什么黑科技 而恩泽表示 刚才出现的就是等离子团之城 我的城堡 王所说的话 将会从那座城堡中传到庶民的耳里 你现在也要来那座城堡 在那里了结一切 为了让精灵完全化 还是将它从人类的手中解放 他就先跑到城堡里了 其实我们的好朋友球轮也赶得过来 他说阿代克先生 你的样子也太狼狈了吧 这可不是冠军该有的样子 哎呀你终于到这里了 我已经打败精灵联盟里所有的对手 费了我好大一番功夫呢 嗯干得不错 只要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 就能变得更加强大 豆子麻烦你去告诉恩 我的精灵们 也因为跟我一起学习 而变得更强 唉我输了 本来想要让这个整天 绝会说梦话的小鬼 见识一下精灵跟人之间的羁绊 但看来他的信念是货真价实的 要记住不管是什么时候 能够改变世界的 都是一心追逐梦想的人 拜托了豆子 即使精灵和人分开 也不会产生好的结果 却让他认识到这一点吧 好啊 那么我们一周末的最终决战中 要开始了 我们要进到恩的城堡里 哦天啊 这个楼梯旁边这个悬崖 我要是掉下去的 一个不小心 直接脚抖了一下 我就跌入下方的那个万丈深渊里面 有没有 我们踩着半空中的楼梯 进到这座大厅里面 但是映入眼帘的却是七贤者们 他们表示顺天者生 逆天者亡 大盗费人亦存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错而不改 世未过也 君子欲亦 小人欲亦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这是怎样在念诗是不是 我们的王啊 要是错了什么事情就严重了 回其次大人完美的计划也会落空 就算恩大人不高兴 我们六个人在这里也要打倒你 完蛋了 要六个人群披吗 而就在这个时候 后方有个迷之声在那边喊着 就凭你们办得到吗 谁 哦原来是之前对战过的馆主 亚空说你还活着啊豆子 嗯 你是反卷的那一个 哼 可不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出来吧兄弟们 哦还有姐妹 这个二到八道馆的馆主 全部都来了 而第一道馆的那三个用猴子的表示 这种场面我们来不了 恩你行你上啊 所以这里的最终剧情 果断把他们给无视掉 那么馆主们则各个发言说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边比较厉害 人数也比你们多 哼 你们这些道馆首领 我绝不能对等离子团的 所作所为视而不见 哎呀 那个贝尔他拜托过我 哈齐克点点点点点 不说话 弗洛表示没问题的 嗯没问题的 呵呵你们这个萌妹子二人组 下卡则对我们说 持有白昼之时的人啊 勇敢前进吧 好啊 那么这里就拜托你们了 我去上面请贼先请王嘛 但是在走之前 果断的 好久不见了 我们的风骚小鸠儿 卡米之雷 还有风路 嘿嘿嘿 来来来来来 好啦没有啦 我们这里果断的直接到上方 这里我记得是这样子走吧 上楼 那里面都会有一些房间 你们可以进去稍微看一下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剧情 哦不 马上就有一个人叫做了我 谁 那个忍者说 城堡里面可以让精灵休息 还有使用电脑放心吧 你就到那边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恩大人希望你可以进到城堡的最深处 那么电脑我记得不是在这个房间 但是这里有两位美女 左边那位表示 我是爱之女神 跟恩对抗的训练师 请在此休息吧 训练师的战斗 绝不是为了伤害精灵 恩虽然心里也知道这一点 但他在这座城堡中 度过了一段很悲伤的时间 以至于无法承认这个事实 按理呢 和平之女神 给予恩平静之人 恩从幼年时就远离人类 和精灵一起成长 葵奇斯他故意让被心怀恨意的人 背叛虐待伤害的精灵 去接近恩 所以恩理解了精灵们 开始只考虑精灵的事 以此追求真实的世界 恩的心灵实在是太过纯粹与天真的 没有比纯真更加美丽和恐怖的东西 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 恩其实是被葵奇斯给利用的嘛 来来来来 我每个房间都进来稍微看一下好了 这里没有 那就直接上楼 这个房间的话可以使用电脑 那么据说最终决战身上最好是带五只 所以我这里把其中一个给存进去 好了雷电班嘛 你到电脑里面休息一下吧 我感觉你这一期没什么细分了 至于这里可以剪一些小道具 诶这个人有一只精灵诶 他说他喜欢上我了 我明明只是把它当做道具看而已 为什么呢 哎呀人跟精灵之间本来就受感情的嘛 真的是 那么这里又没有东西了 我们再准备上楼 诶奇怪这什么东西 那个房间是恩大人的世界 即使进去也感觉不到什么 你的话说不定会有什么感触 他的房间在这里 里面有一些小玩具什么的 我感觉这种轨道列车 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小朋友 好像至少都会有过吧 这个阿洛小时候有玩过类似的东西 不过我记得我以前玩的那种 好像是叫四驱车吧 就是什么旋风冲锋龙卷风的那个 虽然年代久远 但我记得那个叫什么 暴走兄弟是不是 哎呀铺路我的年代了 都不晓得大家以前有没有玩过 然后这里剪得到一颗升级糖果 至于其他的地方 对话的话 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然后这里有一颗篮球上面写着哈尔摩尼亚 这个是N的本名 上方还有篮框 不过好像卡着一个东西就是了 那把我们这里准备离开 这个房间里面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资讯 然后其他地方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好了没事了 我们就直接上楼吧